传到书二,我心里说,来吧,让我换换细细地实验你们,看看什么是善行,但你看,这也是徒劳的。 谈到小声,我说,这太疯狂了。 谈到信息,我说,它有什么作用? 我心里思索如何用就刺激我的身体,用智慧引导我的心,如何控制于美, 知道我明白是人在世事,在天下所幸的善事,生活。 我让我的作品变得伟大,我为自己建造了房子,我为自己充斥了葡萄园, 我为自己建造了花园和公园,并在里面充斥了各种过树。 我为自己造了一些水吃,用它们来浇灌正在生长的树木的虫枝园。 我买了男仆和女仆,我也有了儿子。 而且,我拥有的牛群和羊群,比我之前在耶路撒冷的所有人都多。 我还为自己收集了金银以及郭王和歌声的财报,我为自己提供了男歌手和女歌手,以及男人、妻子和女人的快乐。 就这样,我变得伟大,成长得比我之前在耶路撒冷的所有人还要多,我的智慧也留在了我身边。 我的眼睛,想要的一切,我都不会拒绝。 我没有一直自己的心去享受任何快乐,因为我的心因我一切的劳作而喜乐,这是我所有劳动中的一部分。 但当我查看我亲手所造的一切,以及我所劳苦的劳苦时,你看,一切都是虚空,都是虚空。 日光之下毫无收获,我转而身是智慧,疯狂和愚蠢。 因为除了已经做过的事情之外,姬国王之后的人还会做什么呢? 然后我明白了,智慧胜过于美,正如光明胜过黑暗一样。 知者的眼睛在头脑中,于者则在黑暗中行走。 我也知道有一件事情会降临在他们所有人身上。 我心里说,与人之师,我也如此,我何必聪明呢? 我心里说,这也是徒劳,因为对于知者来说,没有什么比对于这更持久的记忆了,因为在未来的日子里,一切都被遗忘了。 那么指着是怎么死的呢? 和沙子一起,我讨厌生活,因为日光之下所做的事对我来说是邪恶的,因为一切都是徒劳的,都是疯。 我也很恶我在日光之下劳酷的一切,因为我把这一切留给了一个在我之后的人。 谁知道他是聪明还是愚蠢呢? 然而,他将通知我在日光之下,心牢牢做兵表现出智慧的一切劳动,那也是徒劳的。 于是我转念一想,对日光之下的辛苦、劳作感到绝望。 因为一个人可以用智慧、知识和技能来劳动,然而,他却把他的遗产留给了一个没有为止奋斗过的人。 这也是徒劳的,也是极大的罪恶。 一个人在日光之下,心勤劳作、劳心劳力,能得到什么呢? 因为他的日子都是痛苦的,他的工作都是辛苦的,即使在晚上,他的心也无法休息。 那也是徒劳的。 一个人除了吃吃喝喝,在劳动中享受快乐之外,没有什么逼着更好的了。 我看到,那也是出自压哈维之手。 没有他谁能吃饭,或能找到享受呢。 因为他将指挥、知识和喜乐,撕给他严重善良的人。 但他却把手机和手机的人物交给了罪人,交给在压哈维面前为善的人。 那也是徒劳的,都是徒劳的。